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节气立春之后 有人莫有名的拉肚子 有人皮肤骚痒 有人说啊 这是因为春天的关系 这跟春天有什么关系呢 立春代表着春天的开始 春天对于人体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春天会耗发哪一些的疾病 我们要如何来保养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 慈济科技大学讲师 也是同仁堂中医诊所 吕明如吕医师 从中医的观点来谈 立春节气养生 绿老师您好 大家好 中医会谈养生跟治病 很重视节气 为什么呢 是的 一年的开始 有三个 新一年的开始 农历年的开始 还有一个呢 是真正节气的开始 这个节气呢 是从立春开始 我们常常说过年是春节 这个春节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春天要到来了 而这个呢 就是从立春开始 所以真正讲说 我们春节 是跟立春的节气呢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变化呢 其实呢 是从上一年的大寒就开始了 我们如果观察 我们一年里面的这种 气候的变化 跟人体的变化的话 那么这个大寒的节气呢 是关系着很大的 大寒的节气 大概是在1月20几号的时候 那时候呢 气候呢 开始 本来是没有那么冷 然后开始会变得寒冷 所以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呢 觉得有很寒的这种寒意 这是大寒的节气 但是这个节气过了以后呢 那么接着就会立春 春呢 是春天的开始 温度开始 慢慢要上升了 还有呢 湿度也会上升 那么春天呢 是一个生发的 阳气的一个季节 那么生发阳气呢 是跟我们人体的 哪一个脏气相关呢 是跟我们的肝脏有关 这个肝脏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很多 肝脏是生发自弃 所以呢 肝如果很顺畅 它如果没有被压抑的话 它的输泄的状况很好 那么生发自弃就能够 调理到很好的话 我们身体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阳气 生发的很顺利的话 状况呢 就会很好 那么如果这个 生发自弃受到抑制 或者是过分的生发的话 那么也会产生一些病变 这个节气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人体 但是呢 我们如果观察 中医的理论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 中医气象学 就是呢 五韵六气 那么这个中医的气象学里面呢 可以看到 或者是预测 在来年的时候的 这种天气的变化 跟疾病的一个发展 那像我们今年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天干地支的年 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 是数兔年 对不对 这个水生木 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水生木应该是非常旺盛的 这个 因为葵是水 然后卯是木 水木呢 会怎样呢 会生涩 就是说应该是 春天的这种气息 应该是非常好 好像会生机勃发 好像会开很多的花 那种感觉 但是呢 在我们的理论里面呢 会发现呢 就是说 天干跟地支 然后呢 会影响到 孕跟气 五韵六气 这个孕跟气呢 就会发现呢 今年的这个 龟猫年呢 会有一点点就是呢 寒气比较多 然后火气会不足 但是上半年是这样 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呢 可能火气呢 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春天的时候呢 这个寒冷的天气呢 会可能还会持续 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会影响到 我们常耗发的疾病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春天到的时候 大家认为温度会比较提升了 可能穿衣服呢 就没有那么注意 所以容易感冒 再来就是呢 这个鼻子的问题 鼻子呢 有时候会过敏 那在温度变化大的时候呢 这个鼻子呢 它就容易过敏 再来就是皮肤的问题 风会引起敏感 风寒湿呢 都会引起皮肤的过敏 风里面呢 我们常说风里面有虫 虫是细菌跟病毒 会在春天里面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从我们的过去 两三年来的这个疫情来看的话 疫情呢 仍然可能在春天里面呢 对我们会有一些作用 会有一些影响 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 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 那么这个新冠肺炎 感染之后呢 它有可能会引发皮肤的问题 当然常见的是心脏的问题 跟肺的功能的问题 那么心肺功能受到影响 我们的皮肤呢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呢 心肺功能还有皮肤 这是容易影响到的这个疾病 再来就是肝胆 春天呢 是肝脏的生发自弃 如果呢 它没有被压抑的话 那怎么样会被压抑呢 就是比如说 有很多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压力啊 或者是睡眠不足啊 或者是说气候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肝脏本身的这种生发自弃 如果肝会忧郁的话呢 那就产生很多精神方面的疾病 那肝胆的问题 再来就是影响到肠胃 我们的天气寒冷 或者湿气比较重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呢 有点问题 所以肝胃还有心肺 这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疾病的 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是 那刚刚老师你有谈到说 我们肝呢 不能够过分生发 什么叫做过分生发 比如说你现在有的人 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变化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脑分泌一种内分泌啊 那么这内分泌呢 很奇妙的就是呢 如果是温度变化大的时候呢 它分泌会过度的旺盛 就会产生躁郁症 那么躁郁呢 是躁跟郁 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忧郁症呢 是忧郁症呢 是叫做什么 叫心灵的感冒 比较闷啊 比较沉闷啊 比较消极啊 躁郁症是停不下来 把它兴奋 比较兴奋 活力旺盛 然后呢 喜欢讲很多的话 甚至于会去疯狂的shopping 不想睡觉 对不想睡觉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比较 属于叫狂躁症 在春天的时候呢 这种狂躁症的病例呢 都会增加 然后忧郁症呢 也会有 那么忧郁症呢 那它是比较属于消极面的 狂躁症呢 属于比较 就是扬起过旺的那种现象 因为肝呢 是主情质 那么就是说 如果情绪 不是非常的稳定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 这种狂躁的问题 是 老师刚刚谈到了肝胆 它是属于经络 还是属肝脏 那个器官 应该说那个系统 就是肝胆 经络 跟这个系统 的那个系统 春天有哪一些的 旧病会特别会复发吗 有啊 像比如说 刚刚讲的精神的疾病 容易复发 今年的话 很可能 就因为温度的变化 持续温度 还是冷的话 那么对于血压的问题 心脏的问题 那么这个都要小心 还有就是肝脏疾病的问题 如果已经有慢性的肝炎的 这个都要很注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保养 因为大环境已经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这个小环境呢 我们怎么样来适应这个大环境 来做一些的调养 然后让这个身体 可以保持稳定的状态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呢 你要顺应这样的一种天气 所以呢 你这个温度的变化大的时候呢 要能够保暖 我们常说呢 叫做春午秋冻 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呢 温度的变化很快 但是呢 你宁可多穿一点衣服 而不要一下子就把衣服 换季就换掉了 在饮食方面呢 在春天呢 要有适度的辛辣的东西 五星里面包括什么呢 姜 葱 蒜啊 蒸啊 蒸啊 泄白啊 适量 那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 能够把这个氧气呢 生化起来 再来就是呢 我们的睡眠呢 是一定要充足的 睡的深层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呢 是蛮重要的 再来就是呢 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呢 能够放松 因为呢 放松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呢 能够得到稳定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 如果我们是处于在压力之中的话 那这个身体的反应呢 会比较强烈 我们放松的时候呢 我们的经络系统 我们的脏腑呢 也会跟着 他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照顾 他比较容易平衡 那么我们身体 如果是在一种平衡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他就会觉得身心舒畅 所以呢 你就会感觉到那种春风和雪 那么身体很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呢 这样会身心创快 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说 有人在春天的时候 好像特别会拉肚子 有些人会特别皮肤痒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一样是刚刚我们刚刚说到的 一个是温差的变化 一个是内分泌系统的变化 还有就是肝的系统出了问题 影响到肠胃 还有就是呢 像我们湿度还是很大的时候呢 它容易引起腹泻 所以像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常会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吃点四神汤 那很多人呢 都喜欢吃这个莲子嘛 艺人呢 山药啊 芡食 芡食 是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对我们的脾胃是有帮助的 而且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得到平衡 李老师呢 非常善于经络养生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刚刚老师有谈到 我们在食疗 还有春天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之外 那在经络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保养 当然 那么在经络的部分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常说这个 润肚二脉 润肚二脉呢 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呢 很重要的支柱 所以呢 如果常常运动我们的脊椎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润肚二脉 能够畅通的话 其他的经络呢 他们会跟着比较好 那么所以呢 首先是把你的润肚二脉 能够让它顺畅 那么再来呢 就是我们说膀胱经 膀胱经是在我们的背后 我们一身的体表 位外的一个经络 如果你的膀胱经呢 能够把它 让它很顺畅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运动我们的脊椎 再来呢 就可以拍打我们的膀胱经 或者是刮痧 再来就是我们的肝胆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肝胆的这两条经络 那么很多人都会知道 要敲胆经 忽略掉对肝经呢 也要能够做一些敲打 所以这个肝胆 这两条经络 如果能够去拍打 敲打按摩 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 是有帮助的 为了预防新冠肺炎的话 那么我们常说 你这个心肺这两条经络 那么也应该做 拍打我们的肺经 肺经是在我们的手 内侧的上缘 那么心经呢 就是在我们内侧的下缘 所以呢从这个肩膀 一直拍打到手 然后从手呢 拍打到这个肩膀 这个外侧的话 这样拍上来 那做全身的这种拍打动作呢 其实对于这个 我们阳气的这种唤醒 唤醒的阳气 然后让经络的这个顺畅呢 都是有帮助的 是 我再回过头来问一下老师 我们刚刚讲到脱灰效 这个议题 就是他呢 生发过度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来处理 会用药物吗 或者是说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让他安静下来 对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知道 他很有可能 因为阳气不过望 或者是你的情绪过望 突然的这种狂躁的现象呢 会可能会发生的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首先呢 就是不要觉得太激动 不要觉得他好像一种病 先稳定自己 然后呢 练习 让自己能够沉浅下来 所以做深呼吸 是有帮助的 然后让自己呢 能够从头到脚呢 能够放松下来 那么再来呢 就是呢 我们可以吃一点 比较安神的 这个食物 比如说我们吃点葡萄啊 樱桃啊 苹果啊 那么金针菜啊 紫菜啊 这类的东西 它都有安神的效果 那如果再用中药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天麻 天麻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稳定神经的 还有像我们常吃的这种葡萄干啊 或者是蔓越莓啊 它也有一些帮助的 那还有就是说 让睡眠呢 一定要充足 所以这不想睡的时候呢 要怎么办呢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呢 你把食物的量减少 然后呢 让自己呢 不要吃那么多 因为说吃的太多 多了以后呢 它会把它刺激肠胃 刺激你的这个精神 就会这个狂躁的 这种现象就会增加了 所以把食物的量减少 然后呢 再来就是让你自己呢 能够长长的放松 那么这种放松呢 就是你自己可以躺在床上 或者坐在椅子上 然后练习呢 做一些很深沉的这种呼吸 然后观察自己的这种 呼吸的深沉 然后慢慢慢慢的 它情绪啊 身心啊 都能够得到缓解 是是 那对于长者 就是我其实我们一年四季 谈到长者的问题啊 我们都会觉得说 长者常常会在天气 变化的时候 特别的危险 所以春天的时候 长者他们特别要注意什么 心肺功能 还是一样心肺的功能 那当然还有呢 长者也要注意的就是 忧郁症 失智症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尤其是 在过完年以后呢 如果 过年时候大家团圆啊 大家小孩都回来了 然后呢 过完年呢 小孩又都离开了 又变成独处了 失落感 忧郁症 再来就是失智症 这个都有可能会容易发生的 是 这个可能就必须要是 社会大家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照顾 互相的陪伴 这就很重要了 是的 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吕医师跟我们分享 在春天立春的时候 养生一些相关的话题 谢谢 吕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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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